大家好,我是Chemistry 今次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畫Anfremitting Cycle的技巧 有些同學可能都會知道 在我頻道裡有一段舊片是教畫Cycle 但可能大家都會發現它不見了 因為某些原因 所以現在就要和大家做一個加強版本 比起舊版本 其實新版本就會多了一個例題 說起畫Anfremitting Cycle 可能有些同學都會覺得有這個問題 就是要畫它出來拿到大部分的分數是ok的 拿來計算是ok的 但是你畫Cycle要畫得正確 可能有時可以,有時不行 一深一點的時候總是就開始做不到 為什麼呢? 是不是因為你們的理解力有問題? 其實就不是的 是因為香港那種教法 無論是日校老師還是教科書 都好像當大家是天才 簡簡單單一兩個箭咀 就將裡面可能兩條equation 或者甚至乎三條equation的equation balancing全部包含在內 是沒有任何的breakdown的 結果大家在balance裡面的東西的時候 就好像要做到心算 做得不是太好 而我的教法是比較參考了外國教科書 都不是本本都是這樣的 部分的教法 就是將裡面的reaction 那些breakdown的細節寫出來 在做的過程裡面的時間可能會長一點 但是可以guarantee你 只要你用這個方法幫你打好緊記 就算那條題目再難也好 你都一樣有方法將它正確的細節畫出來 好了,我們開始講解了 第一條我會講解的例子 就是standard alphabet change of formation of nathaline 那條題目給你的data 其實只有三個anphabet change的數據 就沒有給你一個equation 相信大家都知道這一課書的定義很重要 Standard alphabet change for the formation of CO2 和水 和Standard alphabet change for the combustion of nathaline 那三條色 如果你自己寫不出來的話 這條題目是沒得做的 當然我相信大家有能力寫到的 但是為了清晰一點表達出來 所以我也將這三條色寫一寫 首先我們就要一份的graphite 然後再加一份的oxygen gas 就會變成了一份的CO2 For formation的equation 產品要一份 並且做出來的東西 都要是原素 然後我們就要一份的H2 再加半份的O2 然後就會變成一份的水 最後是combustion data 我們燒的nathaline C10H8 一個很有趣的molecule 兩個benzerine黏在一起 我們需要加O2 記住我們for combustion data 燃料就要1mol 出來的東西會是10份的CO2 還有就是4份的水 去加8個H 在右邊我們會看到有24個oxygen 所以這裡我們就要加12個O2 給它去加24個oxygen atom 好,三條equation都在這裡 所謂的construct amplification cycle 就是把一些balance好好的equation 黏在一起 然後完成一個環環相構的圈圈 很多同學在一起步的時候 要做些什麼都可能不太清晰 有些同學就會喜歡在左邊開始 也有些同學喜歡在右邊開始 也有些同學比較亂 他們做一下左 寫一批東西 做一下右 又寫一批東西 見什麼做什麼 到最後這裡又寫一批東西出來 三條東西放在一起的時候 不知道怎樣combine 通常都是錯收場的 然後就拆到一張紙爛了 其實有沒有一個特定的方法 來去挑選哪一邊開始 會是好一點呢? 有 但你要記住 條條大路通羅馬 沒有說過一定要由哪一邊開始 才會正確的 但如果你想每一次做的時候 舒服一點 穩定一點的話 第一個給你的口訣 就是哪一邊的chemical 是少一點的話 就哪一邊開始 你做起來的時候 是會上暢一點的 在我們現在 Formation of Nathanie 這條式裡面 你會看到我們product 只有一塊的chemical 左邊有兩塊的元素 在右邊開始會舒服一點的 你如果要處理右邊 這個Nathanie的時候 我們只能夠用到第三條式 用了的equation 我會給他一個記號 因為DSE裡面 是很少重複地去用的 用它的時候 你就要發覺 加回12份O2 給他 一寫的時候 你就可能會發現 Yeah Sean 為什麼你做的方法 這麼有趣 為什麼會把O2放在這裡 不是放在這裡 嗎? 兩張做法都OK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到 我參考外國的考試教科書的做法 這種做法 是會更加令到你容易記得 要平衡每一個component的重要性 如果你把O2放在這裡 你就通常有它 但是放在equation裡的時候 剛才我也說過 畫cycle 其實就是把一些平衡的chemical equation 黏在一起 變成一個橫橫相扣的圈圈 你一把O2放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你一定要提醒自己左邊 也要跟回相應的東西 那你現在打橫這條色 才會balance 那這個就是第二個口決 一定要右手尾 你加了東西在右手邊 麻煩馬上加回相應的左手邊 這條色才會balance 每做一次的變動 都check check這件事情 你自自然畫個圈圈就會balance 好了 那出到你的東西會是什麼 當然就是10個CO2 然後就會出四份的水 完成了之後 我們很多時候 學校老師或者教科書 就跟你說 這裡是一個箭,這裡是一個箭咀 然後填上數字 搞定很開心 但是實際上 如果你這樣做的時候 就會忽略了它裡面 兩個reaction的breakdown 你在打根機的時候 其實就打得不太好 所以這裡我就教大家 一個詳細一點的做法 將裡面的兩條equation 清清楚楚寫出來 往後就算你遇到更加複雜的題目 你都會知道怎樣做 我先補充一件事 留下這個data -5155.9 放在這裡 好了 我們現在有兩條equation 沒用 首先我會處理這個carbon 十個c 我們要用盡它 就要將第一條equation 做十次 做十次的時候 要十份o2 才可以出到十份的cO2 但條equation 講解是1比1比1 對不對 十份的c 就要十份o2 你在做完反應之後 請你有手未地記得 我們現在擁有的o2 是十二份 你用了十份 即是剩下兩份的o2 OK 好 接著 然後carbon 取而代之 就變成了十份的cO2 另外還有就是 我們沒有用到的hydrogen gas 沒有用到的東西 有手未地拉下來 現在你就會看到 我將那個equation breakdown 給你看 這裡就構成了另一條 平衡equation 你就清一點 這裡我們就會寫是-393.5 乘10 到最後我們有四份h2 兩份o2 當然就是把我們中間的equation 做四次 那把它做四次的時候 就會變成了我們下面這個 四個水的情況 我們就這裡會寫了做-285.8 乘4 好了 那我們做的事情 最後一個step是怎樣的 就是順時針方向加上等於逆時針 這裡我當作叫做z 這個是順時針 這個是順時針 另外兩個逆時針 你這條式出來的時候 就會是z -5155.9 就會等於-393.5乘10 再減205.8乘4 好了 一起讀讀計算機 Z等於多少呢 -393.5乘10 再減205.8乘4 再加5155.9 弄了這麼久 這麼糟糕的一條式 出到來的答案 就是-77.7 那麼多7都是特別麻煩的 77.7kJ per m 我相信大家聽完這個例子之後 都應該很清晰 我們待會後面還有另一個例子 在說下個例子之前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影片有用的話 記得LIKE我這個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就是按鈴鐺 你就不會忘記收到我任何短片 還有就是把它傳給有需要的同學看 又或者如果你想跟我學一些詳細課堂的話 大家可以去到這個網站 www.johnlem.com 那你就可以找回一些關於我的課堂資訊 也可以在試堂資訊上找回一些適合自己的試堂方式 好了 那我們繼續去解回第二條題目 大家可以停一停一段影片 試一下自己做了它 這條題目就要去找回 Standard Amplific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Ammonia 那我們要做一份的 Ammonia出來的話 就要半份的N2 再加3 over 2的H2 然後就會變成了一份的NH3 好了 用到上面的三條式來處理這條Equation 第一個步驟 就應該最好在右邊開始 少些chemical 如果你要處理了這個NH3的話 我們就只能夠用到第一條Equation 只有它有NH3 那我們就需要加回一份的Hc 記住要有手尾 右邊加了之後麻煩你左邊也加給它 好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這條Equation 拉到底下 就form了一份的 Ammonium Chloride 好了 接著在右邊就記住它的NH3 是-176 好了 接著我們就要處理這兩條Equation 在處理這兩條Equation 我們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 亦都是在這條題目裡比較麻煩的地方 你會發覺如果你看著Reactin的時候 兩條Equation都不齊 如果你是很心急的再次加進去的時候 那個Cycle就會越來越亂 不是說做不到的 不過會很亂的 非常之不建議大家這樣做 加東西加一次就很足夠了 那怎麼辦呢 雖則我們看Reactin的時候 那些東西不太齊 例如我們要處理這條色 我們有H2但沒有Cl2 接著我們處理第三條色 我們有H2N2但沒有Cl2 怎樣都在欠一些東西 不如我們看看Product 看見到HCl 我們是有的 OK 我們有的 那有這個HCl的時候 我們試試調轉 這個Equation來做就可以了 我們將HCl分解 OK 變成了二分之一H2 再加上二分之一Cl2 OK 那就完成了第二條Equation 不過這次的色 就是反轉了來做 兼寫做了一半而已 所以這裡的Data 就是-14.6 和我加正好下去 反轉了 再除2 那就搞定了 還有就是阿Sean說過 我們用完的東西 要加回去 有手未 這些東西都沒有用過 麻煩你幫我加上去 半份的N2 再加上3 over2的H2 好了 其實你可以將H2 group起來去寫 group起來去寫的時候 就代表了兩份的H2 兩份H2 半份Cl2 半份N2 就是剛剛好 幫我們做完最後一條的色 這裡就將會是-314.4 好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計算了 假設這個我就叫它做Y 這樣計算 Y-176 就會等於 184.6 除2 手未好一點 加上正好給它 減回314.4 按一下計算機 你就可以找到Y是多少 好了 184.6除2 減回314.4 再加176的話 你就會計算是-46.1kJ OK 好了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我往後再有機會和大家做更多個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